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活了三十多年才知道 做梦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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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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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一勺鸡精 一勺白糖 开大火继续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调味料炒至融合化开 把鸡爪炒至入味 朋友们 我每天都用心的饺做菜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 麻烦逗逗您发起来的小手 给我点赞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大家 出锅前撒上葱花点缀一下 这小味道藏一下就上来了 真的是太香了 再次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即可出锅装盘 现在闻着就要流口水啦 看着就非常的好吃 鸡爪学会这样做 比红烧肉还好吃 配上一碗米饭 别提有多香了 鸡爪软烂乳味 特别的好吃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一样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